Hello,大家好,我是本次主题课程的主讲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Helen Right, 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 今天呢,我们主讲的口语内容呢 是有关于Rent and Move 就是租房子和搬家的 Right If one day you work abroad or study abroad You will face a problem That is, you have to rent a room 如果将来呢,大家有机会出国去工作或者是读书的话 At first, may we have not enough money to buy a house to live in 也许刚开始呢,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金钱能够去买房子住 所以呢,我们必须We have to rent a room Right,我们就需要去租房子 所以在这个主题当中呢 我们会讲到有关于租房子的一些有关的相关的口语内容 另外呢,既然是租房子不可避免的 比如说我们是租约到期啊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要换房子 所以呢,我们还会讲到Move the house 就是有关于搬家的内容 Right, okay So, in terms of rent and move Right, we can see these pictures Okay,提到这个租房子和搬家 This picture shows that renting and moving the house it needs a great energy 无论是租房子还是搬家 都需要我们有付出巨大的一个精力 或者说是需要我们的体力 Right, okay So, first, renting If we want to rent a room We have to search online or the website to call the landlord or the house agent Anything, okay 如果我们想要租房子 我们就需要自己去找一些information Renting information 一些租房的信息 有些是在网上 有些是maybe paper 或者是有一些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 张贴的一些广告 所以呢,我们要干什么呢 去联系这个房屋中介 我们说这个rent house agent 或者是直接去问这个renter 这个租房子 要出租的人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 包括后面的我们的协商啊 签订我们的租房的合约啊 等等的 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Right, okay So, for rent means就是 it means租房子 如果我们之前有见过说是卖房子呢 就是for sale right, for sale 除此之外呢 如果租了房子 会不会因为一些不合适啊 或者是其他原因 我们需要搬家的时候 We can see from these pictures right, this is so tired 实在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呢,一定要找一个 comfortable house 一定要找一个舒适的房子 才能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 也免去了很多的麻烦 right啊,麻烦 OK 说到租房子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个租房的一个 ads广告 renting renting ads room for rent OK 大家先来看一下这则广告 看一看它能否看懂 大家能否从这三行的文字当中 能否看得出来 它是有租房的什么信息 啊,OK 它用了很多的简写的形式 啊,大家大眼看过去呢 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乱 啊,就是可能有一些像 new,bread,close to,shop,no smoke,all pets 这个可能我们都能看得懂 但是像 irg,2br,bsmt 这些都是什么呢 啊,包括像 reno,enjoy,it in kate wowalk,belk right啊,等等等等的 这一些一系列的缩写 都是什么意思 啊,大家第一眼看到这个 租房广告的时候一定是 very frustrated and crazy right啊,一定是很崩溃 啊,很无语的 啊,就是根本就可能不太能够看得懂 可能只知道啊 这个靠近什么商店啊 之类的 或者是不允许养宠物啊 或者是吸烟 但是很多其他具体的一些 前面的这些很多细节上的一些 有关于房屋的配置啊 以及房屋的一些结构啊 类型啊,等等的 大家可能就不一定能从这些 非常简粤的信息当中 能够看得出来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到国外的话 啊,看到的很多的信息 可能就是这样写的形式 啊,就是这样的写的形式 大家一定要学会看这些广告啊 虽然租房的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啊 可能看广告也是 但是呢,能够读懂啊 了解到这些租房广告 对我们来说呢 找到合适的 适合自己的房子 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 首先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它这里面提到的一些信息 一个是Fince, Wooden 啊,Fince, Wooden 既然还都是大写 它一般我们不能说这个屋子是叫Fince or Wooden 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说的房子所在的地方 可能是住在这个Fince街和这个Wooden街之间 啊,Fince, Wooden 所以明这个房间是位于和临近Fince和这个Wooden的交界处 OK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两个地方的交界处啊 位于这个位置大体的方向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看得懂的 IRG,2BR,BSMT 啊,其实它们每一个小的一个组合都代表的是一个意思 第一个,啊,L-R-G,指的是Lodge 啊,就是我出租这个房子呢,是面积比较大的 啊,Lodge,啊,它代指的是Lodge OK,2BR,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啊,因为无论是有些我们出去住hotel,motel,住酒店 或者是租房子的时候 它经常以这种形式来代表 你这个房间是什么类型的 像这个2BR,BR代表的是bedrooms 所以呢,2BR指的就是2bedrooms 啊,就是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房间呢,是有两个卧室的 啊,两室啊,卧室 2bedrooms 如果大家有看到呢,写的是1的话 啊,1BR那就一定是一室 啊,只有一个睡房啊,一个卧室 OK And next one,BSMT 啊,BSMT 其实就是It is in a basement Below ground 就是说这是地库的有两套套房 套间 啊,两房套间就是位于地库当中 啊,BSMT 位于地库当中 Basement 啊,Basement New Reno Brite New,这个可以知道是新的 Reno,其实它带着是 Renovation的前四个字母 指的是Renovation 本身我们指的是更新 啊,换新 在这里呢,就指的是重新刚装修过 啊,刚装修过 Bright 阳光 彩光 很光亮 彩光非常好 很亮堂 啊,New Reno Brite Next one enjoy 啊,enjoy OK 然后这里的enjoy就是laundry right,laundry 就是你可以在卧室里 就是房子里就有洗衣机 干衣机 你可以就把衣服呢 dry your clothes 烘干啊,洗干净啊 等等的 laundry eat in kit 啊,这个里的kit 代指的就是kitchen 指的是厨房 eat in kitchen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在厨房里吃饭 意思的是呢 我有个单独的一个厨房 啊,可以在厨房里 放饭桌吃饭 因为有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有那种 卧室客厅和厨房 是连在一起的 啊,一个大的空间 除了卫生间 是独立分隔开的 其他都是连通的 所以这里他专门强调 自己是eat in kitchen 那就是说 我的厨房是独立的一间 而且呢 是非常大的 你直接可以在里面 摆桌子吃 啊,摆桌子 就是在那里吃饭 W-O Balk 啊,其实这里的 Balk 其实指的就是 Balcony 就是我们说的阳台 那么W-O呢 它简写的其实是 Walk out Walk outside Walk out to a balcony 意思是呢 我们有一扇门打开 可以呢 连通阳台 啊,所以是有一个 独立的一个阳台 你可以在阳台走来走去 那就是说 通过一个门啊 就是通往一个阳台 一个独立的阳台 啊,close to TTC All shops close to 靠近 这个TTC 其实代表就是 我们说的公共交通 啊,public transportation Shops 靠近购物广场 比如说有一些商场呢 或者是有一些supermarket 意思就是说 我这里呢 交通便利 而且呢 就是生活方便 啊,靠近这些购物商场 No smoke or pets 啊,就是我对我的这个租房的 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不可以在我的这个租房 在这个房间里呢 吸烟 另外就是也不接受养宠物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要注意到的 就是尤其是别人不能接受的 这个条件 啊,就是说我既然租房子了 我就要求你不能够吸烟 啊,不能够在里面养宠物 一个plus 一个加号 代指的是 这个租金呢 是一个月的 啊,租金为一个月 然后还要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这些 水电被啊,等等的 啊,water electricity or gas 等等的啊 水电煤气等等的费用 都要加上 是包含在里面的 first or last 指的是啊 就是如果你要租房子的话 首尾两个月的租金啊 必须先交啊 就是来作为定金 啊,就是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啊 是你一定要先交的 来作为一个定金啊 作为定金 最后啊 就是有一些数字 大家这一点可能会能看得懂 就是指的是它的联系方式啊 contact number or phone number 就是可能它的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啊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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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啊 然后leave message 其实mess这里相当于message 就是留言信息啊 给房东 就是我的联系方式啊 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 联系我 ok 所以看完这个比较简写式的一个renting ads 一个租房的一个广告 大家的感受啊 就是从刚开始的啊 非常的困惑啊 看不懂 头疼 到后面我们通过这个解释 大家就能一年 就能够看清楚 原来呢 它是指的是这个房子的信息 就包含在短短的三行简写的广告当中啊 其实信息量是非常的大的啊 非常的大 这里呢 大家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 VSMT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It is in a basement 指的是地库的两间套房 这里呢 如果是套房的话啊 如果它只提到了bedroom套房 大家知道指的是呢 这个我这个房子呢 包括两间bedroom 另外洗手间厨房客厅 这是肯定都有的 这是肯定都有的 如果呢 就是它没有的话 它会专门写出来啊 Studio 是那种形式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卧室 客厅 以及厨房 都连到了一起 它如果没有专门给你提出来啊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房子是卧室 洗手间 厨房 厅 都是肯定有的 所以呢 它就没有写出来啊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 因为毕竟不是我们母语的这种中文的这种广告形式啊 租房广告 所以大家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英文租房广告呢 可能会一头雾水啊 但是其实拆解来看呢 我们也会非常的清晰啊 也比较好能够看懂 OK 这就是从呢一个广告来看一个我们租房的一个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